最近在上海有个私家车司机把自己坑了 因为他晒了一条微博 结果就被大伙发现说他是赤脚酒驾 现在警方已经盯上他了 希望最好是早点自首吧 在自曝赤脚酒驾的同时 女孩还问上一句 我棒吗 话里话外倒是有些炫耀的意思 这条微博发表之后 不少网友留言说 小心使得万年传 之后也就没了什么动静 不过事情过了十多天之后 2月19号夜间 这条内容突然被一些网友疯狂转发 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关注 20号中午对女孩赤脚酒驾这件事 上海警方官方微博发消息说 目前警方已经开展调查 当事人应尽早投案自首 目前在微博上 网友Dessie要做宅女了 已经全部删除微博 并改了另一个名字 其实微博晒酒驾之前已经有了先例 2012年11月1号 ID为安娜830321的广东山头美女妈妈 因酒驾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酒驾微博发出的当晚 出车祸身亡 一句好罪还得开回家 竟成了遗言 她的微博永远定格在了那一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